那麼美國在某些方面 如剛才一位記者提問的 在高科技的合作方面 是非常保守 謹慎 這樣的態度是不是正確呢 我們也要說明了 你越限制中國自己發展的能力越強 最後仍舊表示願意合作了 這很多案例也說明了 這樣的信息傳遞出去的 尤其使美國的執政者 能夠有某些粉絲 它是永遠的方式 這是一個很長時間的方式 在這個國家 尤其是政治人士 誰不認識中國 或其他世界上非常好 要注意到問題和挑戰